你上我下 好 下 小心 小心 小心喔 那撞到很痛喔 你還好 我這樣會被扣分嗎 會 好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 它是叫做烤焙彈性 然後每個麵包都會有 那像它發酵得比較久 就是你的可能你的溫度 或者是你的這個發酵的時間呢 它會比較怎麼樣 久一點 對 所以它就 撐得比較開 有沒有 它有點要爆炸 但是它還是 它還是OK的 對 它還是很棒的 你看它的那個高度 還有你看它旁邊的那個 洞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旁邊的這個彈性有沒有 對 都還是很完整 它這樣吐司是這樣切開 是 那基本上你不要切 煎瓶覺得有什麼問題的話 才會去切它 對 那你看像這樣子 你看你旁邊的邊也收得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覺得旁邊邊也是美的 對 都是美的 對 都是美的 對 都是美的 你上我下 好 下 小心 小心 我測破了 你小心喔 那撞到很痛喔 你還好嗎 我到外面再靠翻嗎 對 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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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低差三公分 整個都還是可以被接受 那現在它太高了 你會覺得很難 輕輕的 壓高的那邊嗎 對 壓的這個給它五秒鐘 好 它就下去了 是整個都壓還是只要壓高的 沒有…就只要壓高的 對 好 OK 來 佩玲 輕輕的 一 二 三 好 OK 好有耶 它就在動牌 好壓下去了 好 來 趕快調頭給它調頭 不要讓它溫度濕太久 好 OK 可以了 看看它的底部 我的裂縫 對 剛才雖然我們在整形上面的時候 忘記捏起來了 對 忘記把它捏得比較密合一點 但是因為你擺放的位置很不錯 所以它的底部的 沒有炸裂 剛好沒有裂開在那 你突然想炸裂一下 你會啊 我會 我會 擺放的時候盡量把它的正中間 對